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藏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这个测试视频啊今天做完了那个屠夫勾打断这个BKBTP的那一期节目以后呢我也是仔细想了一下就是说很多人印象当中就是以前勾都是可以打断这个BKB的持续施法的但是包括我在内啊包括我在内但是呢呃今天有这个一个官方的就是道塔尔维基百科的官方账号在我的视频下面做了一个呃 回复说是一直就不行然后我呢因为确实跟我的认知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呃差异然后本着严谨的态度呢我就是想办法去折腾了半天啊终于是把沃尔三的这个双开弄好了因为沃尔三里边没有办法单人账号去控制敌方英雄因此我只能是双开联机然后刷了一个BKB然后身上带着TP这样的道具然后呢给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事实证明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用的这个 这个是6.74C6.74C的这个版本那么在这个版本以后就已经不能够或者以前一直就不能够打断BKBTP啊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最简单的测试就是首先TP是肯定可以打断的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BKB的TP是不能被打断的 比如这个我们先开BKB然后TP然后这个我们再勾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BKB的TP是并没有被打断这个仍然是可以成功的去呃感到呃成功的TP回家的 但是呢跟咱们DOTA2当中测试的那个机制一样就是它也同样存在一个在极限时间内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位移的覆盖啊会出现位移的覆盖的这个情况我们这里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先GBKB然后TP 然后在这个TP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出勾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这个府王还是会被这个屠夫的一个勾子最后利用一个位移的覆盖给它勾回来跟咱们DOTA2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个机制应该就是一直就是这样设定的至少在6.74C以及之前的几个版本我刚才都测试了一下都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这个我在测试的一个环境呢也是呃包含了 之前的几个版本是吧包含了这个哦是这个6.74C然后再往后我电脑里边只存了这些版本所以只测试了这些好那么这些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里那么这样的话也就确定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屠夫的勾子一直就不可以打断这个BKB的一个TP或者是BKB的这种呃持续试把的效果它只能够去产生一个位移但是可以依靠这个极限时间的一个把控来利用位移的覆盖把BKB的这种呃 提方单位从家里边再蹬回来就这样的一个原理好了这期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里我是三王大叔咱们下期节目见